今天上午中华敦信商道交流协会与台北永康诗子会等多位师友到访奥迪国校 共同参与辅助弱势学生营养午餐及多元展能社团计划 共捐赠相关经费近10万元 以提供孩子更多试信展能的学习机会 让学校社团能永续发展 去年我接了中华敦信商道交流协会理事长跟台北永康诗子会的会长 那时候我回乡拜访我们在地里长 我们赵瑞昌赵里长 经过他引荐来拜会校长 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学校还是有需要帮助弱势的学生 所以我回到我们礼监市开会的时候提案 经过我们礼监市及全体会员通过 所以才确定说每年来做这个帮助我们这个清寒学生 中华敦信商道交流协会理事长本身就是奥底出身 也是奥底国小大学长 从小家境辛苦和能体会资源不足的辛苦 这次接任理事长之际 便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回馈母校 这些经费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透过参与社团活动找到自己的兴趣与专长 找日朝适合的方向去学习 迈向成功的未来 我们对小孩子提出一个小小的爱心而已 那重点是这个小小的爱心 我们永康思维是要能持续长久 让小孩子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经费的来源 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说 对小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社会公益活动 我常常讲我们偏向孩子他不是没有能力 他是没有机会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两个单位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中华敦信商量教协会的理事长 是我们的起初校友 萧鸿葵萧理事长 特别抛砖引玉 然后到我们学校来捐赠 我们这些学弟学妹的这些社团经费 那我相信我们学校一定会善用这样子的一个经费 让弱势的孩子得到更多的学习 奥底国小相方表示 感谢中华敦信商道教育协会 与台北永康十字会对于偏乡学子的照顾 期盼奥底国小的孩子能在这些善款的帮助下 看到自己的亮点找到人生的方向 早日朝专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前进 借陈威共聊采访报道